今天要和大家推介是3968招商银行 看到招行之前被《華爾街日報》唱淡 說它是中國最危險的銀行 股價方面都連跌了幾天 到今日才有起色 但事實上看招行半年盤數 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甚至可以說在來人之中做得最好 看到它半年方面 淨利潤、按年增長有1.1% 即是比普遍的來人算是多很多 而且在不良貸款方面 較去年也減少了6.62億 也算是少了 現在佔5個不良貸款是1.71% 比去年減少了0.16% 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方面 亦有一個提高的情況 業績其實一直都做得好 加上今天大摩就阻工了 覺得招行的順貸質素可以在未來持續改善 支撐到盈利增長 如果相信招行在中長線 股價又繼續上升 而且業務做得好 可以趁現在企運10天線 就現價29.1% 做一個偷步買入的部署 亦可以在29.5% 正式破頂之際 才做一個買入的 目標價 短線看到32元 指示價28元 hour 字幕提供